从多大的关系来找不到你 那你总说你的不容易 那你知道我的不容易吗 你好 这是子英家吗 对 子英没在家里面吗 我在 那她去哪里了 她去山上干活了 去山上干活了 找她有点事情 去哪山上了 在那上面 上面是吧 这是后面吗 对 站住 我告诉你站着你没听见吗 谁让你背这个柴的 谁让你背这么多柴 你谁啊 你管我是谁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不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 你自己身体什么样 你自己不清楚吗 你到底是谁啊 我跟你说了不要管我是谁 来你先把东西放下 背这么多柴 你身体是谁 你 赵浪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我不来找你 你就打算一辈子不见我了是吧 你知道我为了找你有多不容易吗 电话换了 微信换了 连房子就换了 我脱了多大的关系来找到你 那你总说你的不容易 那你知道我的不容易吗 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吗 对不起紫荫 刚刚说我情绪太激动了 但是我当时离开真的是 有原因的 而且我在医院 真的每天都很想你 你这医院 对 就是因为生了一场很重的病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治好 怎么了 或者说我也不知道多久能治好 所以说才会那样 你看你 因为我也不想拖了你 那你现在好了吗 现在 现在好了 你放心 现在我也像正常人一样完全好了 是向天眷顾 让我能够这么快好起来 我在医院的第一时间 就开始寻找你了 好不容易真的 才找到你 原本我以为 我走了之后 你能够得很好 像之前 答应我的承诺的一样 不会去干那些重活 但是 我今天来就看到 你又在干这些 这么亏身体的努力 你让我怎么放心啊 但是紫荫 你放心 以后不会这样 以后有我在这些努力 你都不用干 现在身体是完全痊愈了吗 嗯 你就完全好了 放心吧 自己 那你呢 你为什么搬到这个地方来了 而且连电话微信都换了 因为你啊 啊 因为我 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我们村子里面走动 然后从你走的时候 很多我们 邻里邻居的都在说我的闲话 所以说我不想 在那个地方 只好搬出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这样 放心 以后真的不会了 因为有我守护在你身边 不用再去担心那些 你已迷屈的 你永远飞鱼了 这样子 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个东西 等我一下 子音 说你说话 这个话我告诉你 可以说可以 拿着 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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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我们就让它过去吧 子音 这话真好看 我也觉得很好看 不然你说 我现在还不确定我的想法 然后我也不想草率的去开始一顿感情 可能我们更是个不同的朋友 子音 我觉得啊 这样我们误会已经解开了 那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明白你的想法 但是我 我也做出决定了 并不是不够尊重你 你希望我们彼此可以向前看 并不是回到当初的关系中 子音 对了 这个钱是 之前你给我的 但是 子音 也许爱让此刻变成灰色 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 感受着 从精神的快乐 从精神的快乐 Zither Harp me